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迷路 迷路 迷路 三公月八三 水瓶座 好關重要還是好聽重要? 在討厭 How You Like That 到底好不好聽之前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 不管Blackpink出什麼東西 它都沒有失敗過 也就是說 儘管你覺得不好聽 你還是認為它是一首成功的流行歌 他在聽覺海情的情況下 用奢華的視覺滿足了觀眾 OK 在講這首歌之前 示範一段跟朋友的討論給大家看 不管是Dududu還是Kill This Love 到現在的How You Like That 都遵循著一個一模一樣的邏輯 阿不就又是一首洗腦的舞曲 這個編曲聽起來好像有點太吵 可是MV看起來超貴超屌的 四個人都很正耶 每個人的妝跟衣服都很好看 然後我們的結論就是 好啦 其實還不錯 給過 你看這就是Blackpink很玄妙的地方 你不喜歡 但你最後還是記住它了 接著這首歌就會在路上的店家 朋友聚會播的歌單 還有Youtube上面無數個現場版 Blackpink四個人的IG美照連發 泰國小女孩翻拍的MV 還有各國很正的Youtuber們的 Dance Cover的推波助欄下 成了又一首默默進入你生活裡面的歌 對Blackpink來說 所謂的成功就是這麼的 簡單明瞭又樸實無華 對吧 但How You Like That 會是BP最好的歌嗎 絕對不是 任何從Play with Fire開始聽的聽眾 都不會這樣講 從聽覺上來說 它還是充斥著過多的電子音效 沒有讓成員們的嗓音得到很好的發揮 我最一開始聽Blackpink的 是因為他們的旋律好聽 歌聲中充滿自信 還有一種清爽的感覺 但這幾年的這幾首 都莫名的讓人感到一股 空洞的氣勢 說真的 How You Like That 多聽幾遍 你有特別覺得哪一段的誰唱的真的 讓你有一種 哇超好 這一段讓他的嗓音發揮的超棒 有夠好聽嗎 沒有吧 相信我真的沒有 你只會懷念 As If It's Your Last 真的很好聽 這首歌我目前聽了五次 除了看看他看看我 就是 還有副歌的Hook How You Like That 那 那 之外 基本上我沒有記住任何這首歌的旋律 這對一首女團的回歸歌曲來說 是一個蠻怪的事情 除非他們是個很純的老舌團體 所以在歌曲的旋律性 尤其是副歌跟prechorus 我是不喜歡的 但儘管我不喜歡 他還是讓我記得的 再說一次你看 你不喜歡 但你還是記住他了 這就是Blackpink真的很強大的地方 再來說說歌曲本身的部分 這首歌如同BP大多過往的歌曲 仍舊有 YG的王牌製作人Teddy操刀 開頭第一段用循環Bass聲 展開歌曲的方式 完全就是YG以前操作2NE1歌曲的起手式 這是很好的 非常的YG 但從prechorus開始到副歌 我是真的沒辦法喜歡 他用純粹大顆粒的電子音效去做副歌 然後沒有任何的旋律 以及從這之後 我不知道是因為Teddy的歌單裡面 還有很多的印度熱門歌還是怎麼樣 這首歌從第一次組歌後開始 Lisa開始Rap的時候 我瞬間以為我看到保來屋的歌舞片 先說我沒有種族歧視 我只是純粹不習慣 也不喜歡這樣的元素 跟這樣的陰塵 在一首K-POP歌曲裡面 這樣的設計導致歌曲的拼貼感過重 這印度風基本上跟前段 它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聽覺上就有點零碎不延續 若從Youtube的播放次數來說 這首歌已經是突破天際的成功 在24小時內就達到了8,240萬次的播放 我拍片的時候是歌曲上線的第三天 已經1.4億次播放 如果說華麗奢華的服裝 與成員們多變的妝容 是歌曲的主體 那麼 這首歌絕對是成功的 人家都笑BLACKPINK是網美團 但真的要把所有的造型 衣服 單品 眼妝 所有的細節 都可以讓觀眾認真討論 BLACKPINK也真算是做到了 前所未有 並且全球通吃的境界 要做這樣子的網美團 還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我還是覺得BLACKPINK的值很好 不管是Vocal還是Rap 都有更多的可能性 看完這首歌 我還是會希望我可以聽到 每個成員有更多 自我特色的表現 然後他們出SOLO的歌 我一定也會去聽 這首How you like that 像沒給BLACKPINK足夠的食材 讓他們去炒出一道真正好吃的菜 這有點像素食 你知道嗎 第一眼看你覺得哇 很好吃 但實際上它是有那麼一點點空洞 按照BLACKPINK現在的聲勢 他們不管推任何的歌曲 基本上都是會成功的 只是在How you like that 成功的同時 我會希望歌曲是不是能有 多一點的精神跟思想 BLACKPINK說這首歌是 希望傳遞更多獨立自信能量 讓你認真說啦 如果拿掉每一件 讓人看起來都像是復活的衣服 這首歌剩下的精神是什麼呢 但你知道我知道 這是YG企劃段的問題 也不是BLACKPINK的問題 貪心的聽眾總是希望聽到更好的作品 視覺滿足之餘 希望YG接下來讓BLACKPINK推出的作品 能夠照顧聽覺 我還是很 懷念玩火跟像是最後一次的那個時候的 BLACKPINK的聲音 讓我聽起來是充滿著自信 然後又爽快 那視覺上也是很棒 很想回到2017年有沒有 好啦接下來期待BLACKPINK 正式發行的其他歌曲 我是冥牛第二第二 如果你喜歡我這支影片 對BLACKPINK的歌曲 做出的評論跟分享 以及心得的話 記得幫影片點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 米露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好我必須承認我一開始看到 BLACKPINK的回歸圖內 一系列比較暗黑風格的時候 其實還滿興奮的 我本來以為這次的回歸 可能就走一個暗黑少女路線 因為這至少是他們 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知道 但最後的成果 這How you like that 就有點像是 Cureless Love 跟Dodoodoodo的套路 你可以明顯感受到 就是這三首歌 還是有一個公式在的 不是說不好 但一直重複呢 總會有一些 審美疲乏的感覺 那 就這樣 只是想分享一下 我剛剛忘記 漏獎的 這個 預覽 什麼 回歸照 跟真實的MV 基本上是兩回事的 這做法 其實還滿有創意的 對 偽哉YG